要满足国人健康需求以及应对医生中所面对的风险 就必须要协助年轻一代有一个好的开始 卫生部成立新的跨部门工作小组 落实母子健康支援策略 为妇女和她们的孩子提供更完善的帮助 为了提供妇女和孩童更完善的协助 并满足年轻人在社会、健康和教育方面的需求 卫生部第二部长马上高宣布 政府新成立的工作小组 将落实母子健康支援策略 计划为期五年 涵盖孕前阶段到孩子年满18岁 年长者的需求 同样受到关注 政府将拨款1亿8千万元 在2024年之前完成200多个活跃乐林站 和活跃乐林护理中心的建设 马上高也透露 政府正在探讨提升幸福老龄化行动计划 并以同相关伙伴展开对话 政府的毛病动特广